今天早晨的信息的题目是,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上帝是怎么说。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二十九节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 那零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 那零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 但那零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那零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 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 His master replied,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You have been faithful with a few things. I will put you in charge of many things. Come and share your master's happiness.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The man with the two talents also came. Master, he said, you entrusted me with two talents, see, I have gained two more. 那零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 His master replied,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You have been faithful with a few things. I will put you in charge of many things. Come and share your master's happiness.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That man would receive the one talent came. Master, he said, I knew that you are a hard man, harvesting where you have not sown, and gathering where you have not scattered seed. 那零一千的也来说,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烈。 So I was afraid and went out and hid your talent in the ground. See, here is what belongs to you.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His master replied, You wicked, lazy servant. So you knew that I harvest where I have not sown, and gather where I have not scattered seed. 主人回答说, 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就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烈。 Well then, you should have put my money on deposit with the bankers so that when I return, I would have received it back with the interest.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 就是那个拿五千, 又挣了五千的人,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我们来祷告。 父亲, may you quiet down our hearts at this time, as we come to the proclamation and the explanation of your word. 亲爱的天父, 在这样一个来宣讲你话语的时候, 请你来安静我们的心。 祝你祷告, 让我们的心可以能够来支撑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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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你的真理。 当我们再次见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 祂不是我们旅途的终止, 而是旅途的开始。 在永恒的天国里有许许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做。 祂正在预备我们能够在天国与祢一起的共度。 在我们在向永恒来走这条永恒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 我们中间都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祈求在我们来聆听你的话的时候, 事情能够变得清楚。 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做思念的事情都能够蒙你的喜悦。 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山寨。 我们的避难所,尤其是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 我们感谢祢,我们因为祢是我们的主。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相信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圣经里讲了有关金钱和财富的事。 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讲了三十八个比喻。 这三十八个比喻当中,有十六个讲是关于财富管理的。 在新约使徒保罗给教会的书信里,也更多地讲到如何管理我们的钱财。 因为在圣经里有多次提到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他也就告诉我们上帝他在乎我们所拥有的。 圣经是迄今为止所印刷的最伟大的金融手册。 因为他讲到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以及怎样可以把它存留到永恒。 关于我们所拥有的,上帝讲了至少五个真理。 当我们讲到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我们所占有的。 属于我们的,也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命。 可能是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投资。 我们的家,我们的玩具,以及一切我们所持有的,包括我们的家庭。 那么圣经,我们的主,他怎么讲呢? 首先,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 圣经上讲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 在每次周日的主日敬拜之前,我们都会承认上帝他是谁,他是万物的创造者。 诗篇95篇第六节讲,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以赛亚书44章24节。 以赛亚书44章24节。 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 请记住,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这里特别注意,耶和华创造万物。 不是几个,也不是一些,而是主创造万物。 以赛亚先知他提醒上帝的百姓说,耶和华他创造万物。 万物都在天上所造,然后扩展到地上。 每次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更愿意买在美国制造的商品。 我们喜欢美国制造的商品。 因为它有质量的保证。 不像在其他国家造的有些的商品,他们没有第三方来验证确保他们符合质量的保证。 甚至有些在美国制造的产品,他们也不经过质量检测。 所以并非所有在美国制造的产品都是有好的质量。 但是所有在天上制造的产品,他们都有最高的质量,因为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制造了高质量的原材料。 没有好的原材料,那么在美国制造的产品质量也不会好。 虽然可以造出来,但是它可能就是一个防制品或者次品。 任何东西的质量都不如在天上制造的产品的质量。 这是因为制造者是上帝。 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他说了很多。 他经常用比喻。 什么是比喻呢? 它来自于希腊的两个单词。 一个是para,它的意思就是在旁边。 另一个ballion,它的意思是投掷。 所以比喻指的是投掷在真理边上的用来阐明真理的故事。 比喻它不是假的或者虚构的。 目的是要让我们去思考将这个故事与我们自身的境遇来比较。 在最开始我们所读到的那段经文,它就是讲的才干的比喻。 它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谁拥有我们的一切。 谁给我们能力来创造财富。 我们真的拥有我们的一切吗? 我们能怎么做,才使我们的投资能够存留到永恒。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比喻中找到答案。 首先,谁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主宰。 上帝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所有者。 在那个比喻中,那个人就代表了上帝,徒人就代表了我们。 这个主人,这个主人,他拥有他的家业。 他拥有所有我们的财产。 我们可能会想着我们拥有我们所有的,我们是我们财务的主人。 因为我们是努力工作赚来的这些。 是的,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很具有挑战性。 我们为了我们的收入而努力工作。 使用那样的一个收入我们来买东西。 所以很容易就相信我们拥有这些东西。 但其实我们一无所有。 让我们再认真的看一下这个比喻。 让我们再认真的看一下这个比喻。 那个代表上帝的这个主人呢,他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 就是他拥有我们,也就是他的仆人,以及他拥有他的家业。 那两个仆人努力的工作,他们把钱投资了,并且拿到了双倍的回报。 是的,那些仆人,以及他们所赚得的都属于他的主人。 那个主人,他拥有一切。 而那些仆人,他们一无所有。 那些仆人,他们把一切都返还了,包括他们投资赚得的钱。 所以非常的清楚,上帝拥有我们所有的一切。 下一个问题是,谁给我们能力来创造财富。 根据那个比喻,以及上帝的话,我们知道,上帝赐给我们制造财富的能力。 在这个比喻里,这个主人,他按照每个人的能力,给他们一定的钱。 同样的,上帝也看到我们有创造的能力。 同样的,上帝也看到我们有创造的能力。 所以他将他拥有的给了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也有能力,对于这些事情,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创造财富。 他给了我们好的健康以及机会来创造财富。 上帝,上帝把他有的交托给我们。 上帝把他有的交托给我们。 对于某些人,上帝给了他们更多的能力,所以他给了他们五千来创造财富。 对于另一些人,他给了他们两千。 还有一些人,他给了他们一千,都是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 上帝给了他们一些,让他们来创造财富。 所以很显然,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去创造财富。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真的拥有我们的一切吗? 根据这个比喻和上帝的话来讲,我们只是所拥有的东西的管家。 一个管家,他就是一个去管理别人的财物,或者是主人的财物的人。 在这个比喻里,那个有五千的仆人,他又赚了五千。 那个有两千的仆人,又赚了两千。 他们都翻倍了。 这两个仆人的主人,他感到非常的满意。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好的管家。 当这个主人回家的时候,也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个主人就表扬他们。 我们的主耶稣也会表扬我们。 那个主人说,好,你这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里请大家注意,那个仆人他将一切都返还给他的主人,也就是所有东西的合法拥有者,包括那些他们赚来的钱。 这里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图画,就是上帝他拥有一切。 我们只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管理者。 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 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投资。 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家庭。 上帝将这些交托给我们,让我们来为他管理。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能怎样做,以至于我们的投资可以存留到永恒。 根据这个比喻以及上帝的话,我们知道,只有我们回馈给上帝的东西才能持续到永恒。 只有我们回馈给上帝的东西才能持续到永恒。 我们看到,当我们讨论到金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寻求理财专家的建议来管理我们的投资。 究竟有多少人他们会寻求上帝的帮助来管理他们的财富呢? 我们看到那些理财的专家他们会向我们收费。 相信我,相信我,他用我们所交给他们的钱来赚钱。 你的投资呢,有涨有跌。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钱可以用一辈子,但是却不能存留到永恒。 那些理财的专家他们不会向你保证你的钱会费用。 如果他向你们做了这样的保证的话,你最好赶快离开。 另一方面,上帝却对你咨询他分文不取。 他对于他所给你的圣经这个最伟大的金融手册,他也不收费。 他理财的建议是无价的。 他指导我们去做留得到永恒的投资。 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所说的, 我们会在天国有富足有余。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回馈给主的人,他在地上做工的时候也会被给予更多。 我们的主耶稣他讲了关于钱财的比喻。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中,主又讲了另一个关于钱财的比喻。 是关于一个财主,他的田产非常的丰富,并且赚了很多钱。 他自己心里就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然后他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意义地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了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基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不要误解我们的上帝。 上帝他不是反对他的百姓变得富足。 他不是反对他的百姓来享受生活。 他是一个赐给财富的上帝。 他喜欢看到他的百姓变得富足。 他喜欢看到他的百姓享受生活。 上帝他关心的是我们来怎样使用或者利用他所交托给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钱是上帝的钱,所以我们花费的每个决定都是一个属灵的决定。 你的支票本或者是你的信用卡,它是反映你对上帝的爱。 看看他们,他们反映了你和主,也就是我们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为了上帝永恒的目的回忆给上帝,就是我们对永恒的投资。 因此在上帝的天国投资。 在天上积存你的财富。 因为上帝的天国是唯一有保障的投资机会。 华尔街会崩盘。 美国的经济最终也会垮台。 唯一能够永远站立的是上帝的天国。 只有我们回馈给上帝的,才会永远地存在。 我相信我们中的有许多人都看过这样一个电影。 他的名字叫辛德勒的名单。 他的导演是斯比尔伯格。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许多人都看过,但是可能年轻的人看的比较少。 如果你没有看的话,我建议你们找个时间来看一看这部电影。 他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德国的一个实业家奥斯卡辛德勒。 他因为救助了在大屠杀中超过一千两百个犹太人而得到赞誉。 他怎么做到的呢? 他僱用那些犹太人在他的工厂做工,以至于那些人的生命都被保全了。 这个故事他讲的是辛德勒这个人,他使用他的财富来保护那些在纳粹统治下的一群犹太人。 当二战要结束的时候。 他要离开那些他所拯救的,从希特勒的大屠杀下面拯救的这些犹太人的时候。 他却充满了自责和悔恨。 他是身边围着那些感激的犹太人。 他本应该非常地自豪。 但他却痛苦地意识到他本可以做更多。 他举着一个金的戒指,在空中哀叹道。 他举着一个金的戒指,哀叹道,这本可以多救十个人。 他另外又指着一个非常豪华的汽车。 他哽咽地说,这个本可以再救助一百五十甚至二百个人的生命。 虽然他做了那么多,但是因为他保留了他的财富, 而这些财富本可以救助更多的人。 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眼泪从他的面颊上流了下来。 让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当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来向他交付给我们的那些财富的时候。 有多少人会说,我为我自己保留了钱财, 而这些钱财本可以用在挽救人的生命, 和在上帝天国事工上起到永恒的作用。 奥斯卡辛德勒,他非常悔恨,他没有做更多来挽救人的生命。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愿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当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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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我们会说,主啊,我们又为我自己保留财富。 我将你所托付给我的,都用在拯救人的生命。 和你在地上的天国的事工。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活的2022年。 让我们记住上帝对我们所拥有的是怎样说的。 祂是我们的创造者。 祂是我们的拥有者。 祂给我们能力来创造财富。 我们都是祂的管家。 只有我们回馈给上帝的,才能保留到永恒。 在我们走这个去天国的道路上的时候。 让我们始终地把这个真理放在心里。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话语的美好。 你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对你所交付我们的东西应该怎么做。 愿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将我们的财富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 谢谢你应许我们,在你的天国我们会富足有余。 我们知道仅仅是和你生活在天国已经是非常富足。 我们很难以想象。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 而且那一天之后的每一天。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参加年曼 WILL regression RS 啥